大家好,我是北美老司机Trucker章 看到我这身装备,这身装备为什么呢? 就跟大家说,我现在要把大家放在第一视角位置 来跟大家一起静静的体会一下第一视角开车 是什么样的感受 就看我了 西南陆 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内 也是唯一很多袁 是唯一的 西南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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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出什么的出雾呢 可以看到左边的 但是我们右边的明月已经接生病了 这边的明月的明月 刚才那个人 用大灯黄我那我就明白了前面的肯定有幺蛾子 我们要减速慢行 要不然前面有车祸啊要不然前面有什么东西 否则呢对面是不会给我闪灯的 我现在把速度降下 降到 61英里没消失 看看这个车祸不祸 这个车不好我下个车也不好 在接下来五分钟的我们真的有可能会看到意外情况发生了 有八成的几率啊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副驾驶 我们副驾驶那边的出雾已经镜子的上面冰已经全化了 来杯咖啡 咖啡 咖啡 诶 可 carta 我 现在外面的限速是90公里每小时我们开的是98公里每小时 开车一定要学会放松 像这种天气的你没有个几年的驾驶经验的你是放松不下来的 那我们开了这么长时间呢 对面也没有人给我们晃灯 说明了 刚才那个人打了远光闪我一下 有可能也是操作失误吧 但当大家在一个 像这种高速公路行驶 如果对面给他 如果说对面 给你打远光灯 肯定是有 八成都是有 是的 宁可信 有不可信 大家就要小心开了那段路 接下来的 记住了吗 现在下坡弯道 弯道不是很大 有这个导航的系统的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路段是什么样的路段 就是前面的弯道啊什么样的就会一目了然了 个人建议在山路 和夜路开时候呢 把你的导航开启 我现在用就就是用的谷歌的导航系 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 地图来看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判断 来确定 开多快 现在这里显示了一个弯道系 我们在Google的航上看这个弯道根本不是很大 做一个综合判断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考虑 选择入弯的速度和出弯的速度 雪铁开就这样子啊我会把雪 我会把的雨刷器开到最快如果不开到最快的时候他很容易结冰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是吹的脚底板 我的风口呢吹的是脚底板也没有吹那个玻璃的 因为吹玻璃让他融化之后呢 他很容易在外面又结冰 结了冰之后的雨刷器那就会很难受 对面来车的时候不是每个车的都是老司机 对面来车的时候你要 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还要学会这种 怎么样的首先亚黄线开 这是一种开发 这时候什么这是一种开发 然后紧接还有一种开发是压白线开 看到了吧 如果和 对面有来回交错的时候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学会这个压白线的开发 一人压过去 平时没事的是在道路正中间开 这也都是 驾驶技巧啊 开高速的时候必须要让自己的什么把福质够稳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左车这样子我们现在左车的 关后镜可以看到那个黄线的有多远 然后这边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右侧啊只能看小镜子啊 看到我们白线有多远 对面来车交汇 符文把 保持在右侧 像这个黄色的牌子大家一定要有反应 知道吧 如果对黄色的牌子没有反应呢 那你要小心啊 对于新手来说呢有时候他们会经常关注在路面上 路面的真的不需要关注的 只要你的 慢慢有学会用余光来看两条线 你的眼睛的到处四处光看 就是路啊什么呀 就是路况的全部都要用余光来判断 尽可能用余光 因为你用余光越多呢 你也就会越放松 越放松开车呢也就不会累了 可以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变大 现在我们是上坡 白黄线的意思呢 是我们可以去对面超车 这种白白黄色的间隔 中间是黄色的间隔 我们就可以去对面超车了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中间这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黄线 我可以 到对面的超车 对面的车也可以在我那条道上超车 有这种黄色的 黄 虚线 在路中间的时候呢 就说明了这个道路情况 道路的视野还是比较宽广 你都可以看得到 没有 大家可以现在 在黄线啊我这边呢是白色的是黄色的实现意味着就说我现在不可以超车 但对面呢是黄色的虚线说明意思就是什么对面 那现在呢可以看到了我这边的变成了黄色的虚线 说明我可以跃到这边跃到对面的车道上去超车 而对面呢是黄色的实现说明对面的车呢不应该来我这个地方超车 大家学会了吗 所以说在夜路超车的时候要看下面中间这个线 如果是双红线就不要选择超车 确切来说只要你这边是实现 只要你在这边实现就不要超车 变成黄须线就可以超车 我说这个超车是去对面的车道上去超车 也也称之为逆向超车 好的习惯了好的驾驶习惯养成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很容易啊 每隔三到五秒钟之后呢每隔三到五秒钟之后你要是要观察一下你的观后镜 左右两车都要观察一下 观察这两个观后镜的一方面是可以知道自己的货物状况 知道自己的 拉的 吹了的状况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对后面的车流呢 有没有车流有个了解 你了解的信息越多只要你能处理的过来 那对你的安全对你的驾驶来说呢 越安全 GPS导航告诉我们前面 大大的 向左的弯道 喝口咖啡 我的咖啡呢喜欢喝黑咖啡啊 加奶加糖都不要 但是早上起来我喝的咖啡呢 通常会加三个糖 为什么呢 刚哥低血糖 所以说在刚哥的生活里呢 刚哥喜欢 过得甜蜜一点 因为我太缺糖了 我们不能把约油ining 我们回来 好了 肚子 我们知道 行 移勤 York 又是 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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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视频的经典就是在于 四月底了 还在学路上开车 还一路下着雪 那种感觉呢 还是不轻惬 因为我知道就是 雪再大吧 还是能驾驭得了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贝贝老司机 这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